新书快报 将近50年前有一本科幻推理小说 它里面描写了一个未来的情况 那就是跟生殖有关的 人工的生殖技术 可以把已经怀了三个月大的受精胚胎 移出到母亲的体外 用外面的人造子宫来孕育婴儿 免去了生产的痛苦之后 结果人类的母性 社会的文明都被冲击到了 这本小说其实不是只有科幻预言 但还充满着对于人类文明的质疑跟思辨 新书快报要为您介绍这本小说 继承者是谁 为您请到了独步文化的詹凯婷 来为我们介绍 凯婷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本小说其实有很多深刻的思考 但是它也非常的好看 一开始它就是一个 比密室推理更难破解的杀人案 不管是杀人的手法 还有推理破案的手法 都跟电波电脑有关系 能不能讲讲 到底那个现场是什么情况 匪夷所思之处在哪里呢 在这本书中 其实发生了四件的 乍看毫无相关的杀人事件 分别是日本 美国 法国 以及俄罗斯 那这四个地方都发生 针对大学生 而且是针对 智商超过170的大学生的杀人事件 那一开始 大家会觉得这只是个意外 因为这几个人的死法 包括心脏麻痹 意外 精神错乱 好像都跟他们自己本身有关系 但警察在经过调查之后 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这些人死者身边的朋友 在朋友死掉之前都梦到了一个梦境 然后在那个梦境里面 他们梦到了有一个人 警告他们说 他们的朋友将会在一周内死亡 他们的死法乍看都非常匪夷所思 但是其实都跟一个关键有关系 那个就是电 在故事中的发生事件都和电流有关系 他们可以影响到人类的潜意识 都是还可以影响到人类身体的生理状况 其实我看到书的死法的时候 我还想到一件很神奇的事 已经是黑科技了 即使我们现在都没有 可是这是50年前的科幻小说 他们研发了一种物质 这物质只要涂在什么东西上面 可以改变那个物体 它本身的导电的程度 你就想说这东西到现在不可能出现吧 但是实际上在科幻小说里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出现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继承者是谁 我觉得50年前 这实在是一个太神奇的一个事情了 书里面还有很多很有趣的黑科技 有一件事讲到说 可以精确的改变心情和情绪 所以比如说我下棋下书了 我可以吃个药 然后就可以不要被那么难过 书里面还有没有哪一些 对未来世界很有趣的科技的设定呢 里面我觉得跟我的工作相关最有意思的 其实是作者对于电子书的想象 但当时候作者想法中并没有平板 这样子的一个存在 所以一切都是用声音的方式来进行 那在未来的时候 其实人们想要阅读的时候 他们可以用叫做电子资讯网 类似我们网络的存在 去下载想要看的书 同时透过路边的机械把它影印出来 影印出来之后呢 人们读完之后可以把需要的资料留下来 同时不需要的资料全部都报废 因为即使在未来作者也预料到一件事情 就是空间不够 没有地方可以放书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也讲到说 在未来因为书本 纸本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说他们会收藏的都是精致的立体书籍 在装针上面做一些很特别的艺术类的 他们才会收藏下来 我觉得即使是50年前的作品在现在看都觉得 在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啊 每个人都会将书做成电子书 同时会去收藏其实都是设计特别美丽的书籍 其实还有一个设定很有趣 而且很关键是说在未来就是用很多电子脑 来处理事件记录 结果在这个书里面就是 他不但能够杀人 他还可以破坏那个电子脑 其实这就反映了我们现在骇客的入侵网络的这个现在 这本书叫做继承者是谁 那一开始讲到那个杀人案 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重大的思考议题 这是我觉得这个小说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它不只是精彩小说 它里面有一些科学哲学 对于人的未来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面对一些不同的种族 都有很有趣的思考 那比如说讲到说有一个科学家在书里面 他就非常残酷的说科学完全是应该中立的 不用服务这些烂人 人被自己发动战争破坏自己 所以他觉得科学应该是非常冷酷的服务 而不是服务人类 那我觉得在书里面还有这样的思维 有蛮多种派别的 要不要讲一讲有哪些派别呢 里面和大家或和我自己最有关系 其实是作者提到说 人和狗应该是要互相平等看待 人应该要尊敬狗 狗身上也有人类需要学习到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和刚刚周翔先生讲到的 其实观念非常类似 作者在书中不断的强调 人类只是宇宙中的种族之一 科学家其实是以一个超然的态度来看待人类 对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地方 其实就是作为一种种族的心与王 不断在书中谈到 人类只是宇宙中的渺小的一个存在 和其他种族应该平等的对待 同时也提醒我们要用更宏观的视野 在看待自己的未来 以及意识到自己的渺小 要保持谦卑 我觉得这是书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你刚刚讲这段 好像是联合国大会的演讲 其实这本书继承者是谁 是50年前 我实在忍不住是想要提醒大家 因为这本书除了好看以外 它有一部分是比较硬的 但它那个思考非常有趣 而它为了要烘托这一个思考 它还创造了一个很有趣的种族 然后这个种族呢 它们出现在南美的玻利维亚 所以这本书到后面就已经不是推理了 它是一个格局非常宏大的 科幻人类学的一个游记 结果我觉得这个故事的发展的气垫很有趣 它讲到了一台收音机 还是当年最红的Sony的FM的收音机 但奇怪的是 当地根本就没有FM的电台 这个收音机它带出了什么样 有趣的情节跟设定呢 一般来说我们收音机要收到音 其实是需要一个机械 可以发出这样子的电波 收音机才有办法收到它的音讯 但是明明这个地方是南美洲 非常的原始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呢 在这个故事中 作者想象出来了一个特别的种族 他们本身就有操控电流的能力 同时也可以发出电波 然后让自己的声音 可以出现在收音机 被收音机所收到 非常的有趣 而且他们这个能力 可以让当地的土著 觉得他们是神 我觉得这也就凸显了 我们自以为是有文明的人 可是如果我们看到 另外一个种族的时候 我们会用什么眼光去看它 怎么对待它 然后如果它要毁掉我的话 那我们要用什么态度 来面对自己 这本书真的充满了各种的趣味 继承者是谁 里面讲到这个 可以操控电波能力的种族 到最后并没有征服跟努力人类 我觉得可以由读者自己去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但实在因为这个作者太厉害了 他能够写到科学 哲学 人类学 推理 我想要借由这个机会 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作者 小松佐金 他当年的时空背景 好不好 小松佐金 是日本非常伟大的一位科幻小说家 甚至可以说没有小松佐金 就没有日本科幻文学 他其实写进了日本科幻文学所有的子类型 有位漫画家叫首总之虫 首总之虫其实也认识小松佐金 他用一个非常有趣的称号称呼他 称呼他叫文化大卫王 知识大卫王 是一个像是大卫王一般 精吞蚕食所有知识的一位作者 所以首先他非常的博学 再来他非常的热爱各式各样的知识 另外一个特点是小松佐金 因为经历过日本的二战时代 核爆之后其实在说很多人的心中都造成了创伤 那小松佐金也是其中之一 他因为这件事情开始思考人类作为种族 在地球上的地位 以及在宇宙中人类的位置到底是如何 并且透过他的这个文化大卫王的能力 来去解释这样子的问题 一般来讲如果在现代这样子的作者 可能会变成学者 但是小松佐金选择作为作家 以科幻想象的方式去想象我们的未来 以及想象我们的当下 建立了日本的科幻文学 我甚至看到你们介绍一句话说 如果日本没有他的话 日本的科幻小说其实就会都是在抄 美国欧洲的那种写法 对不对 真的非常有趣 这本书书名叫做继承者是谁 这个作者一定要再讲一次他的名字 就是小松佐金 那希望大家要有点耐心去看看这一个 非常好看但是又充满了思考的书 继承者是谁 非常谢谢读步文化的张凯婷来为我们介绍 谢谢凯婷 谢谢大家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新书快报 谢谢大家